Kron酒店悉尼即将营业 但是却在临时开门之前被暂停了赌场牌照 究竟原因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大家好 欢迎收看狗Markets每日财新快讯热门话题 今天是2月15日 星期一 我是Mike 在今天的话题中 我们来聊一聊 在悉尼即将开业的六星级豪华酒店 Kron赌场临时被取消了他们的赌场牌照 那么在聊聊这个事情的背景之前 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下 在澳大利亚赌场是合法的 但通常来说 每个城市只有一家政府允许的赌场经营 只有布里斯班是一个例外 在布里斯班目前有两家不同的赌场同时运行 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最大的两家赌场集团 分别是位于悉尼的新港城 以及位于墨尔本总部的皇冠集团 那么这两家公司分别是运行着 大概是两到三家大型的赌场 那么其实在2014年之前 应该说悉尼一直以来是被新港城所垄断 而皇冠集团则垄断了普尔斯和墨尔本的市场 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2014年 我们知道在2014年经过多年的游说 墨尔本的皇冠集团终于和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达成了协议 允许在最黄金的地理位置 在这个酒店的一楼二楼开设赌场 这也是一举以来打破了悉尼长期来的被新港城所垄断的赌场局面 但是这个事并不是想象中这么顺利 从2014年达成协议到现在7年过去了 酒店原本即将马上开业 但是就在开业之前两三周 新南威尔士州所在的叫做赌博管理协会或者赌博管理局 他临时暂停了新皇冠酒店的赌场拍照 换句话说就是7年投资到目前为止到临门一脚了 突然被交停 这究竟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给出的信息来看的话 他们是指控皇冠集团可能涉嫌到 很多多项的洗钱或者是其他的违法业务犯罪业务 因此他们觉得皇冠赌场不适合运行在悉尼的第二家赌场 但是这20亿已经投进去了 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个事我们要再简单说一下 皇冠赌场在过去10年的一个相对于比较倒霉的经历 大家都知道其实在2016年之前 皇冠赌场整体来说运行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在2016年 皇冠赌场在中国多名员工突然被捕 并且之后皇冠赌场是逐步退出了中国的业务 包括他被迫卖出了在澳门和当时的我们知道的 澳门赌王何家所共同经营的一家赌场 他把所有的股份是全部又卖给了澳门赌王何家 在这之后似乎这个美运并没有就此终结 那么在2019年上半年的时候 皇冠赌场的当时和美国的上市企业 墨尔本的皇冠集团非常的被动 不得不临时再换了一家潜在的收购者 也就是之前他们的合作方 澳门的我们说的澳门赌王何家 那么这个价格就不是按照14块钱来谈 最终收购价是以12澳元一股的价格 收购了我们说的之前小派克所持有的 19.9%的皇冠集团股份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其实澳门赌王何家何鸿燊的所在的集团 也是变相的进入了澳洲的赌博业 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说当时的价格 是以12澳元的价格卖出去 看上去好像是亏了不少 因为从14到12差额其实还是接近于15% 但是自从这12澳元卖出以后 其实当时皇冠的股价就一路下跌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跌到了11块钱 而且19年底到2020年初疫情爆发 在2020年的3月底 皇冠集团的股价最低时候跌至5.8澳元 换句话说当时的澳门赌王 以12澳元收购的价格 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就折了一半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个时候小派克以12澳元价格出手了 自己20%的股份 看上去是赚了一大票 但是也因此是得罪了新南威尔士的州政府 我们知道新南威尔士也就是悉尼所在的州 州政府一直以来是反对澳门的赌博业是进入澳洲市场 所以虽然说小派克也就是王冠集团卖给了澳门荷加20%股份 这也招致了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强烈部分 因此他们开始收集证据要开始搞事 所以就引发了在酒店开业前几桌零时的暂停其赌博拍照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皇冠集团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的话 已经替换了多名董事会成员 包括他们的董事会主席和CEO都已经纷纷引咎辞职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也是希望能够引进或者说能够引入新的董事会成员 来满足政府对他们的要求 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要知道 就是这个政府所不满或者新州政府不满的是什么 是澳门赌博业间接持有了19.9%的股份 如果这个条件不改变的话 那么在我看来 悉尼赌场新赌场的那个牌照依然是非常的悬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像这一类的赌博或者说是其他的垄断行业 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参与投资了 但是很多澳洲的上市公司 它本身也处于一个垄断行业 小到水电煤气通信电话网络 大到银行或者是运输激进行业 其实这些行业看上去 只要有钱就能买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很多时候你就算有再多的钱也不卖给你 2016年我们知道长江集团 也就是香港老大 长江集团当时想收购澳洲电网 就以失败告终 所以说很多行业看上去 你只要有钱就能投 但实际上你是买得走 好了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公开给此热门话题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澳洲有关垄断企业 哪一些可以投 那么请您致电我们的电话 03-868-0603和03-868-0602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Op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